前几天我不是买了50条草鱼还有50条大头鱼嘛 然后那个草鱼拿回来一条都没损失 全部放到前面的那个水井里面去了 然后再配他说他觉得这个草鱼里还挺不错的 又叫我回购了50条 刚好我们村里面后面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水池嘛 我准备在头一阶放到那个后面那个水池里面 然后再头几条放到这个前面那个水井里面 前几天那么热的天气啊 草鱼都没有什么损失啊 现在这个天气降温了嘛 肯定是也是没损失的 看嘛好活活 哇塞 看一下啊 前几天前几天摆回来也是种效果 一条都没损失 嗯 始终当初鱼的生命里不比草鱼好 还是 上次有损失嘛 把它倒到团里面方便拍照给上家 上次一条都没损失直接放水池里面去 但是我看有些网友说不是说要给它过个水池了嘛 还要说加盐的 加盐啊 还是说要加葱姜蒜的 真的啊 加葱姜蒜直接下锅哦 他老是不要过个水池了 不要 上次不吃都一条没死了 他在那个那么大的水池 如果撕的他还会浮不起来啊 哦 我想你叫我买鱼 苗里的原因是什么的 你二天就好了方便你钓鱼呗 我们这口井呢 你不要看这个面积不是很大 其实是很深的 像现在这个水位的话应该有六米多 中间那个地方还要更深一点 这个水它一直都有出水的 它是有地下水出来 所以说不担心缺氧的问题 这里面原本都有可能有七八十条鲤鱼吧 然后我前面钓的那些鱼烟还放过一个四斤的鲤鱼 还有两斤多的一个草鱼放在这里面 先把这鱼烟倒点出来 然后剩下的就留一点到后面那个水池里面 还有个三十条左右在这头 够了够了够了 好像还有点多 哈里倒一条不生哈 还有好多条才才鸡条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那四六八才有十条 啊才有十条喽 我还说放二十条在后面拿水进来 管了 都放那十条过去嘛 不要有些要水要躲来很难的铁 你不要躲在这儿睡一会儿 奔着死了 又没好远呢 哎呀走吧 啊 到了 看嘛就是这口水 这口水亭 这口池塘 有可能有三米多 接近四米这样子 有房子那么高哦 意思说 快 这个池塘也是地下水啊 这个水管里面就是 上面有一个浓洞 然后接了一个管子 排到这个水池里面 这水池就是防备干旱的时候啊 然后使用这个水池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丢几个鱼在里面 然后还可以有生机一点啊 把你后面那个红烧椰子 拆几张镜哈 他吃过 小椰子拿去红烧椰子 哈哈哈哈 来吧 草椰不要吃草了 红烧椰子他怕要吃两碗椰子 走 他椰子也不吃了 今天车椰子 他吃下去 跟你人一样 哈哈 走回家